1986年6月 距离燕长城不远处 内蒙古自治区奈曼崎 一个叫斯布格图村的小村庄 人们正在紧张施工 准备建设一处灌溉农田的水库 施工当中 挖掘机竟然从黄泥塘中 挖出了大量的青砖 一个墓葬的顶部裸露出来 配出来的青砖 青砖上面灰的是彩色壁画 一座不同寻常的大墓横空出现 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 很快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西木德等人 火速赶往奈曼崎青龙山镇古墓现场 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取开青砖后 眼前的景象令人喜出望外 果然是一座古代墓葬 考察以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疗墓 因为我们这疗墓比较多 1986年6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来到奈曼崎青龙山镇 私部阁图村 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抢究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我们首先要找它的第一个发掘点 找它的墓门 墓门在哪 墓道在哪 首先从墓道那发掘 考古人员在墓顶的前方 挖出一条一米深三米宽的探沟 寻找墓道 墓道我们就按以往的经验 了墓的墓道一般都是 向东南方向 太阳孤身的方向造的 所以它一般都是南偏东 二十度左右 这样我们知道它这个墓门 在什么位置 这样我们就横旁边打个探沟 先把那个墓道的宽度找到 通向墓室的墓道内 充满了细碎的沙土和碎石 随着填土逐渐被清理 墓道的台阶显露出来 让现场的人们感到兴奋的是 墓道两侧会有壁画 色泽依然鲜艳 壁画中 一位壮年人牵一匹黄马 一手握缰绳 横于马井下方 一手直边 墓道另一侧 是一位中年人牵引着一匹黑马 侍从身后还会有狼舞 他很欣赏他当时生活的这个场景 所以说他把这个场景 绘在他的墓葬里面去了 壁画上的两个牵马侍从 身着长袍 都留有鲲发 考古人员由此推断 牧主人应该是契丹族人 契丹族有个特殊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法式很特别 有些地方要剃光的 留一个辫子两头 叫昆发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 早期分为契丹八部 唐朝初年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 与这个传奇民族有着悠久渊源的 是一条河流与一匹白马 骑着青牛白马相会的契丹族祖先 实际上反映了马匹与这个民族 已经融为一体 考古人员发现 木道壁画中的马匹精壮传神 马的俄宗末梢捆扎成结 马耳耸利 马尾也捆扎成结 哎呀马是相当相当漂亮了 那个马的身体高不大 昂头两眼睛非常有神 四个蹄子有力 长长的腿 身条非常流线条 马尾巴马毛特别短 肌肉发大有力量 如此精美的壁画 长长的木道 显然说明这座墓丧的规格 不同寻常 考古人员猜测 墓主人应当是一位 地位显赫的契丹贵族 墓主人会是谁呢 公元1114年 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 在广袤的北方草原 展开了灭辽之战 辽国武精先后被攻陷 今天辽上京城外 还有金代城豪 金灭辽后 大肆盗掘辽墓 辽国皇祖大墓 难讨一切 辽墓实目就空嘛 就是辽一王的时候 金代马上出于这个 决局财富的目的也好 出于政治报复的目的也好 大的辽墓几乎都挖了一遍 也是国家行为当时 一直以来 内蒙古的考古人员 迫切想发掘一座 辽戴皇祖墓 以揭开萧氏王朝的神秘面纱 考古人员经过几天发掘 大墓墓门露出端倪 砖雕诗彩 仿木结构门楼 出现在人们眼前 上头都是拿砖雕的 仿木头的结构 这么一个状态 它的斗拱是很复杂的 上头用很多彩绘 做了装饰 那个木门又宽大又宏伟 它的木门跟中原 跟唐朝的这些墓葬 是一样的 考古人员发现 木门还是有牡丹花纹 色彩鲜艳 牡丹仙鹤花鸟图 盛行于唐代 契丹部族 曾属于唐朝的 松墨都督府管辖 显然 契丹人借鉴和吸收了 唐朝的丧葬文化 契丹这个名图 它是非常 对中原文化非常的仰慕 而且是非常的包容 木门塞满了封门砖 十分坚固 砖面和缝隙 均用石灰浇灌 显然是为防止墓葬被盗 考古人员整整用了三天时间 才打开一个小的窟窿 打开以后 我们首先放里边的空气 往外放 全打开以后 往里一看 还有一道门 里边是木门 木门上有流金铜锁 流金铜锁的外侧 有钥匙孔 铜钥匙头部 呈尺钩状 因为这个木门已经腐烂了 这个锁子那个 锁子还在这个木门上挂着呢 钥匙呢 在室内 就是前室地面 放着两把钥匙 打开木门以后 我一看 大家非常惊讶 哎呀 这个木保存得太好了 没有被盗 当保存完好的大木 出现在眼前 人们紧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这么完整的 这么没被盗的 这么好的木 头一次太兴奋了 高兴 一座经历了近千年的幽暗 尘封地下的文物宝库 开启了 九点多钟 正好太阳从东方升起 太阳光望了一照 我们望了一看 哎呀 那真是精美的基因器呀 那一散一散 金光散散 这真是漂亮 前室一打开 一些散落的围棋棋子 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 木头的棋子 完了上头涂的那个颜色 当时也不知道 这是棋子啊 后来就在后市 又陆陆续续散落的发现 因为还有两个 就是那时候围棋 装围棋那个瓷盒 白瓷做的盒 大木被水浸透过 一些瓷器和金银器 散乱堆放在前室 有绿柚长颈壶 绿柚冠 银盏托等 左右两侧 是东西耳室 耳室留有门槽 东耳室的随葬品 是牧主人生前 所使用的饮食器皿 有花口青丝碗 马脑珠 银湖 水晶耳杯等 花口青紫碗 右色均匀 胎壁轻薄 扣枝声音清脆 考古专家后来考证 洗月瑶系中的蜜色瓷 精美的瓷器显示了 牧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 考古人员发现 前室两壁 会有飞鹤和人物壁画 色彩鲜利 特别前室的壁画 就跟那新画的 颜色特别好 特别鲜 但是你一打开以后 通风以后 慢慢慢慢颜色会褪色的 前室一侧 会有一名男侍从和女侍从 男侍从鲲发留须 身着圆领青绿色袍 女侍从双手 拱持白色长换筋 面容碑漆 前室另一侧 会有两名男侍从 手握古朵 古朵最早是一种兵器 顶端死瓜形 后来只用作仪仗 突然 在前世正中的地面上 一块泛着幽绿色光泽的 方形石碑 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是木质 石碑中央英课传书 故陈国公主 木质名 一个木质盖 上面写的是 陈国公主木质名 发现木质以后 特别兴奋吧 所以咱们把这个木质先清理地 拿回到室内再看 这都是考古所的一个木质室 包括唐代的 以寥带为主 这就是整国公主的木质 后来 这一桶木质 保存在呼和号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考古人员发现 木质是用绿色沙岩捐刻 刻有人物和牡丹花卉 根据出土的木质名 工作人员惊奇地发现 首次发现的 辽代未被盗绝的 王族大墓 墓主人 竟是辽景宗的孙女 陈国公主 从他的木质的 技术的内容上来看 他是辽景宗 二儿子 伊利隆区的姑娘 那么他本身又是 辽圣宗的侄女 真实地体现了 陈国公主 木的这样的一种 辉煌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木质记载 与陈国公主合葬的是 他的丈夫 也是他的舅舅 驸马都尉 乡上取义 陈国公主 其实是辽代的 一个公主的封号 他的封地在陈国 所以说我们当时的辽代 把他封为陈国公主 接下来的发掘目标 就是墓主人所在的 大墓后室 考古人员按纳不住 兴奋的心情 早早进入发掘现场 考古人员发现 圆形的后室 就像一个穷儒形的栈杖 墓户壁紧贴着墓室的后壁 后室的陪葬品众多 有金花银波 金花银波内底 刻一朵八瓣带棚莲花 出土的银拓鱼 与前室壁画上 侍从捧的拓鱼相似 考古人员慢慢向后室中央的 尸床靠近 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公主和驸马的尸体 并排放置 安静躺卧在尸床上 面上覆盖着黄金面具 金面具是首次发现 一打开以后灯光进去以后 它都发亮 那它就沾上发亮 在幽暗的墓室里 两副金面具发散着亮光 覆盖于公主脸上的金面具 面庞丰满 尚额舒展 双唇威敏 神态端庄 从驸马的面具看 生前应该是一位俊朗清秀的男子 颧骨微突 下颌尖削 脸形轻瘦 驸马是左边 公主在右边 驸马的右手压在公主的左手上 象征着一种爱情 只有它那个牙齿完整的 但是整个轮围都能看清清楚楚 为什么呢 因为它整个身体 用那银丝网络照上去 它那个银丝网络是跟人的 没腐烂以前的尸体是一样的 所以能看出来 虽然历经净千年时光 公主和驸马的银丝网络保存完好 银丝网络下面的衣服已经腐烂 完全是高度碳化了 就成一层灰迹了 手一触感一触摸就成灰 不管丝绸还是棉麻 公主和驸马身上的陪葬品极为奢华 随葬品都保持着入葬室的位置 布满了整个床面 出土状茂非常复杂 不同材质的遗存满目琳琅就是 包括金的 银的 玉的 琥珀 让考古人员感到犯难的事 经历了近千年时光 众多曾经佩戴的公主和驸马身上的文物 已经散乱 难以在现场进行清理 为防止文物损坏 考古人员决定 将尸床上的公主和驸马遗骸 以及随身附带的随葬品整体迁移 运送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 再进行处理 考古人员决定 就在尸床上制作一个简易木箱 购买了一些不同粗细的铁丝 先把它做成若干几十根 每一根 比如从木主人身体的下方 慢慢地给它穿过去 分门形成一个网状的 把一块板插在木主人身体下方 这样就是包装体的这个底板 一个简易的箱体被制作出来 考古人员将尸床上的陈国公主和驸马 装进木箱 从木室运出 就那个解放牌大车 然后那些文物都装箱往回拉 八六年嘛 路况不好 奈曼琪出来以后 第一天住到北京 第二天住到左云 对于陈国公主和驸马来说 这是几千年之后 一次跨越时空的旅行 解放牌大卡车翻山越岭 从地处东北的奈曼琪 向远在一千千米之外的 乌鸽浩特驶去 夜里 随车的保卫人员轮流在车里值班 生怕路途中出现闪失 1986年8月 经过一千多千米长途奔波 载着陈国公主和驸马的解放牌大卡车 驶进内蒙古博物馆大院 室内的文物整理工作正式开始 考古人员首先清理银丝网络 公主和驸马的银丝网络 是用直径只有0.05厘米的银丝线 依据人体编织 就是一个五指分开的 就是网络上这样的手套 那个手套都是分指的 就是你看到这五个指头都是分开的 而当时的看作不是这样的手套 但是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个手套 公主和驸马随身佩戴的随葬器物 丰富精美 他们都头枕金花银枕 枕面赞刻着飞翔的对缝 凤头上有雨冠 公主的装饰雍容华贵 双耳戴着珍珠琥珀耳坠 头戴高斥流金银冠 冠也是分成落干片 前后左右上下落干片组合成一个冠 当时它都散落了 散到这个区域范围 谁和谁连接在一块 它中间的这个连接体现在没有了一样 经过修复 陈国公主的高斥流金银冠 展示在世人面前 棺两侧有对称的立翅高于棺顶 均镂空雕刻 散刻火焰宝珠 凤鸟纹和变形云纹 这个双翅金冠呢 其实是它里边是有一种非常高超的 精英器的这个制作技术 你比如说有好多镂空 这个散刻 它几种技术集合在一起 形成这种非常精美的造型 公主佩戴的玉器 琥珀器 做工极为精致 大都散落 吩咐在牧主人周围 考古人员对文物进行了复原 修复好的公主 珍珠琥珀头饰 惊艳亮相 整个头饰 由两件龙形式件 小珍珠和金式片 以细金丝线连坠而成 龙昂首翘尾 琥珀珠耳坠 是由四件琥珀事件组成 雕刻成龙鱼形小船 船头做人 披缩带立 中部有船舱 船尾有一个鱼篓 雕刻细腻生肚 鸳鸯形琥珀事件 荷叶上栖息着一对鸳鸯 双翅并龙 上栈的荷叶仿佛微风出渡 造型别致 公主和驸马兄配的虎珀鹰鹿 由虎珀珠以及龙闻样虎珀浮雕事件 不当是漂亮 而是它气魂特别大 从脖子开始一直刮到膝盖那 那么长 那么多 公主和驸马随身的随葬品 应当是牧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 和生活用品 动物形玉佩 至于公主腹部 玉壁正面 用细线浅雕十二生肖形象 玉坠分别雕刻 蛇 猴 蝎 蝉蝠 蜥蜴 五种形象 十八岁的契丹公主突然病逝 脸上覆盖黄金面具 沉睡千年 留给后人无尽遐想 通过黄金面具 今天人们隐约可以看到 一千多年前 公主和驸马的容颜 契丹人死后 并不立即埋葬 他们相信死而复生 因此尸体保存 就变得尤为重要 金属面具和网络 成为契丹人保存尸体的 独特葬具 为了防止尸体变形 他在尸体在死之前 他套上一种金丝网络 银丝网络 他把他罩起来 网起来 然后手指 脚趾关节 容易散落的地方 他变成了一种纸套 网状的纸套 那么面相不好看了 腐烂了 那怎么办呢 我垂叠成一种非常好的 非常奢华的黄金面具 把它扣在面部 这就是公主和驸马的面具的 产生的一个由来 考古人员在驸马 萧少曲的腰间 发现了金垮银厅叠蟹带 叠蟹带用薄银片制成 有方形寿面纹金带垮 小带上既有藏花银囊 上面藏刻对缝和云纹 蝶蟹带是北方游牧民族 用于狩猎的一种腰带 配挂弓 剑 刀等狩猎用具 和日常生活用具 驸马身上的蝶蟹带 悬挂有玉饼银锥 玉饼银刀 琥珀饼银刀等 还有一些琥珀事件 驸马腰间金垮银厅叠蟹带上的 一把玉饼银锥 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玉饼银锥造型奇特 虽历经千年依然十分锋利 除了一件非常精美的器物 就是类似于像锥子一类的东西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文物 当时很多人认不出来它的用途 究竟是什么用途呢 这个玉饼的前头是一个银的锥子 当时认为这么精美的锥子 是干啥用的 考古人员发现 银制锥鞘通体流金 上部既有银链 玉饼银锥的锥体为白银打造 锥饼是由轻鱼磨制而成 银制的锥体末端 嵌入玉饼当中 玉饼有磨损的痕迹 显然是一件实用器物 这件器物有何用处呢 辽史记载契丹祖 序目填鱼已时 皮毛已依 转喜随时 车马为家 宋朝的苏宋写下 契丹杖一诗 描写出使辽国的所见 行营到处集为家 一拙穷炉 树胜车 千里山川无土柱 似时田猎 是生涯 过去咱们史记汉书里边 说匈奴人士 这个似时迁徙 没有定所 没有居住的一个真实的场所 那么同样在 契丹祖这个民族当中呢 他也是遵循 这样的一种 生产和生活方式 他要似时迁徙的 似时游猎的 宋代有个诗人叫江葵的 写了首诗 他说 骑丹家住云沙中 骑车入水 马如龙 他其实是 把他的生活场景描述出来了 陈国公主物 出土的完整的马具 叠蟹袋 以及附带的玉饼银锥 玉饼银刀 琥珀银刀 以及木工囊等 都是牧主人生前所用器物 显然是一套完整的狩猎工具 他们真实反映了公主 与驸马驰骋狩猎的生活 考古人员认为 驸马叠蟹带上的玉饼银锥 应当与契丹族的狩猎风俗有关 是一种狩猎工具 辽国境内湖泊众多 遍布山川草原 辽国皇族春季猎捕鹅燕 秋冬涉鹿捕鱼 辽史记载 皇帝四十各有行在之所 为之纳波 纳波本来是气单语 就是行营的意思 它指的是皇帝在四季的时候 会选择不同的地点进行打猎 打猎呢一方面是保持 他们游牧民族的这一个本性 另外一个呢 在纳波的过程之中呢 它也会处理一些政务 辽戴四十纳波的目的 不仅是狩猎 还有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意图 因此四十纳波成为一项重要制度 成为春水 秋山 纳凉和作冬 海东青栖息在大海之冰 翱翔在苍穹之上 是气单贵族的挚爱 气单国志记载 五国之东 临大海 出名英 自海东来者为之海东青 海东青能够帮助气单人 捕猎天鹅和大雁 这对于四十纳波的 辽潮皇族来说 海东青不可或缺 辽潮每年派人到出产 海东青的地方 征锁海东青 因为往返平凡 行走的道路被称为鹰鹿 鹰鹿的一端就是辽尚经 今天辽尚经遗址不远处 藏有一万七千余件套 辽带文物的辽尚经博物馆 呈现着久远的契当文明 作为辽代黄都博物馆 辽尚经博物馆 系统介绍和展示辽代 政治 经济 文化 等考古发掘研究成果 再现了一千多年前 北方草原上 这座皇城曾经的繁华 博物馆的展现上 陈列着一组用不同材质 做成的壁钩 陈国公主墓也出土有壁钩 由白玉模制而成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椭圆形穿孔 既有金链 出土时套于驸马的左臂上 这个壁钩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上面拴上皮质的套子 来用于驾鹰用的 驾鹰用的 你不是说海东青 我在驾起来之后 他那个爪非常犀利 容易把人的皮肤灼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做成一种特殊的腹腕的工具 护胳膊的工具 我们管他叫壁钩 这类的东西大量的发现 也就说明当时欺丹人 在这个时期对这种普杀天鹅 或者是用海东青来狩猎天鹅的这种习惯 它是存在的 考古学者注意到 史料记载 辽国皇帝穿纳波时 用海东青猎捕天鹅 都会出现一个特别的器物 刺鹅锥 由此学者认为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柄银锥和玉碧钩 应当就是辽国皇族捕捉天鹅等飞禽史使用的工具 那么它是怎么干什么用的呢 春大波的过程之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的内容 一个是捕鱼 一个就是用海东青去捕食天鹅 海东青驾到这个适者的身上 因为海东青飞起来以后 它要去捕食这个天鹅 把天鹅积晕以后 马上随从会拿这个刺鹅锥撬开这个天鹅的头盖骨 辽国皇室春纳波中最吸引人的一幕 使凶猛的海东青捕获了天鹅 宋代资质通鉴记载了这一场景 每逢春季 皇帝以海东青猎捕鹅鸭为乐 适者着墨绿色衣 于湖泊周围 相去各五七步排立 有鹅之处取齐 探齐持豹 远搏鸣鼓 使鹅受惊飞起 皇帝亲放海东青秦之 在列者以配追赐鹅 得头鹅者立赏银冤 扑到天鹅之后 它举行一种宴会 叫头鹅宴 那么在举行头鹅宴的时候 它用一种锥状的东西 来取天鹅的脑子 这样的话 有的学者研究 这种锥状的物体就是四鹅锥 也就是说可能是来烹饪 或者是杀天鹅的一种工具 1987年第十一期文物杂志 登载了考古学家孙希的文章 一枚辽代刺鹅锥 指出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饼银锥 正是辽国皇室春季那波刺鹅的利器 刺鹅锥 公元1000年 在北宋北方边界盈州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河间一带 宋朝与辽朝发生了一场战斗 战斗的规模并不大 但足以让这个刚刚完成统一的王朝 感受到威胁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 都城上京 距离北宋都城有数千里之遥 辽朝拥有广袤的草原和繁华的都市 草长应非河流清澈 马匹自由地奔跑 这一年一个女孩出生了 她姓耶律出生于皇族 父亲耶律龙庆全清朝野 也是当朝皇帝 辽圣宗耶律龙婿的胞弟 史书描述 常善其事 吉如风 在跟随萧太后南征的过程中 屡历战孤 深得皇女萧太后喜爱 陈国公主出生这一年 父亲耶律龙庆的官职 使南京留守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 辽代南京地处 控扼北宋的战略要充 而且物产丰饶 是辽潮的高瑜之地 史书记载 以泉烟之地而开腐 其调度之物 稀齿于龙序 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 就在这当时辽潮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等于它是控制 整个南边 这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 而且当时是非常复述的一个地方 公元1004年 辽圣宗和萧太后 亲率数十万大军 绕过宋军防线 直达黄河岸边的蝉州 也就是今天河南浦阳 宋真宗也亲自来到黄河北岸 激烈的攻守战之后 辽宋定立合约 辽宋约为兄弟之国 宋每年送给辽 岁碧银十万两 卷二十万匹 宋辽以白沟河为边际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缠冤之盟 相互之间的来往 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平等的关系来进行的 包括这个东西 它是宋朝送到边境 你们自己来拿 禅渊之盟 开启了宋辽 进入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 考古人员在陈国公主墓 出土了银盏托和银湖 银湖的湖盖 有银链与湖坝连接 这是一套饮茶用具 缠冤之盟后 北宋河北边防 即刻由战争的前哨 变为贸易的起散地 壮丁归田 朝廷还在河北 坝州 熊州等地设置雀场 同辽朝进行贸易往来 北宋和辽 一个是农耕经济 一个是游牧经济 产品互有需求 因此官方和民间贸易 极为火力 宋代书网聊的 主要就是瓷器 茶几家 茶叶 这是属于大宋产品 那么聊的书网宋代 送的就是牛羊 皮毛 这一类东西 北宋的茶 瓷器 薄 书籍等物品 颇受辽人喜欢 其中有以茶叶 以及茶具输出数量 最为客观 契丹族占据了烟云十六周后 在汉族人的熏陶下 很快有了饮茶的习惯 桌前有茶炉 一女童蹲坐于三足火盆后 正在煮茶烧水 考古人员在河北宣化下巴里 辽带壁画墓群 同样发现众多 同饮茶有关的壁画 展现了当时的饮茶场景 张框正墓 绘有一幅备茶图 表现了选茶 碾茶 煮汤的过程 画面中一女子持带托茶展 一双季男童正在碾茶 茶碾旁边放有茶炉 炉前一个昆发童子 向炉口内吹起 桌上放有茶展 有一个火盆上面放着一个风炉 风炉正在煮茶 边上还有一个桶主 还能煮这个茶 然后其他人也就是 准备这些饮茶的这些器具 宋炒 茶叶成为影响宋 与周边政权贸易交流的特殊商品 宋人以茶叶 瓷器等物品 换取良人的牲畜与皮革 这种东西的大量出现 说明中原的饮茶的习俗 在齐单民族 这个游牧民族当中 它是非常盛行的 陈国公主的少女时光 是在和平的光阴中度过 北宋与导往来友好 贸易通畅 与茶叶等物品一同北上的 是宋朝精美的瓷器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 清幼对碟文盘 幼稚清澈 属于月瑶的密色词 诗人有 原似月魂堕 轻如云破起的描述 出土的连纹白瓷盖棺 底部刻有行书 官字 白瓷是定谣的 就是后来经过 这些瓷器专家们 建议有定谣的白瓷 可以想象 陈国公主曾经使用 来自中原的瓷器 享受着皇室公主 独有的礼遇 这是陈国公主墓出土的 玛瑙碗和水晶碑 出土的流金银勺 勺饼打制成竹节形 饼端暂刻双鱼 鱼眼和鱼鳞暂刻清晰 这些器物勾勒出 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 公元1007年 草原上矗立起一座大城 中京大定府 这里成为辽朝新的政治中心 并且距离宋静更加接近 此时 备受圣宗和萧太后喜爱的 陈国公主只有七岁 而契当王朝 已经在草原上 屹立了整整100年 一年后 代表宋庭来辽中京祝贺的官员陆镇 建到了辽圣宗和萧太后 后来他写下《成瑶录》 记述了出使辽国的所见所闻 辽中京的建立标志着契当王朝 进入了新盛时期 通过陈国公主墓等 辽带墓丧出土的器物 可以感受到那样一个 强盛王朝的气息 陈国公主墓出土了 样式特别 做工精致 充满异域风情的玻璃器皿 在当时 玻璃器皿极为罕见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 乳钉纹玻璃瓶和乳钉纹玻璃盘 外缘有锥形乳钉纹 系手工打磨 一件名为速特使带坝玻璃杯 杯坝的上部有扳手 便于控制杯身 无论是从造型 还是从玻璃瓶的顶部 那个有一个扳手 那个是中亚西亚那边 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长颈刻花玻璃瓶 瓶颈 瓶腹 与底部 都刻会有几何花纹 专家认为 这些玻璃制品 具有明显的中亚风格 产地应在两河流域 在辽代 精美的西方玻璃器 颇受契丹贵族喜爱 成为富贵的象征 发现了这么多 由西方或者是中亚地区 传入到齐丹本土的玻璃器 那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就是在辽代 齐丹这个历史时期 东西文化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 东西之间的商贸 往来是非常频繁的 那就是草原丝绸之路 繁荣发展的一个 这样一个真实的面貌 辽潮地域辽阔 这使得草原丝绸之路 更加贯通 这条道路从辽上京 经南京 沿殷山南路 向西北 穿越蒙古高原 中西亚北部 直达地中海地区 直接来自于中亚西亚地区 就是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实物 也说明它是完全畅通的 它这些东西过得了 辽代的腐力 这是当时最顶级的一些 认为好的东西吧 就是都到了辽国 陈国公主墓出土了成套的玉器 和琥珀配饰 共有2315件之多 造型有龙 凤 鸳鸯 鱼等 做工十分精美 这是鱼形盒玉配件 由一件鱼形盒 一件玉柿和七颗珠柿 用金丝穿连而成 双鱼玉配件 用阴线刻出眼 腮 腹齐等细部 鱼体弯曲 仿佛在游动 还有一些个多组的 这些个配食物 都是用精美的 和田玉来支撑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发现 公元1016年 16岁的陈国公主 迎来了一生中的幸福时刻 她与泰宁军节度使 萧少举结为夫妻 一件交紧鸳鸯玉配 佩戴在她身上 年轻的公主 充满着对于爱情的憧憬 这件有着唐代 金银器风格的金花银帘 是梳妆用具 显然 陈国公主是一位爱美的女性 盒里头装的三个小银盒 其中有两个吧 打开 一个是有纸类的 反正有遗留的痕迹 啥也没了 一个呢 有白色的粉末 一个呢 有的就是已经碳化那种胭脂块 就是她生前的化妆 装在这个金花银链的壳里 然而 陈国公主命运多舛 结婚仅仅两年后 三十六岁的驸马萧少举去世 让年轻的公主 陷入了悲痛与思念当中 公元一零一八年 草原笼罩在一片悲情之中 陈国公主身患重病 辽圣宗亲自去看望 关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木志记载得十分清楚 悠悠苍天 降寿不严 高欢构急 药石难全 仿佛一朵焦艳的花朵 突然间被草门上的狂风暴雨摧毁 公主十八岁的生命 戛然而止 木志的石刻碑文中 有这样的描述 欲得灼成 浸寒温润 呼呼 自古人虽皆有死 陈国公主 太遥远 辽圣宗追封英年早逝的公主 为陈国公主 这是皇室对他最后的恩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